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中餐百谱各大菜系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华旦牛肉,丝华牛肉的舞台剧 二,葱爆羊肉,草原风味的快闪秀 三,咸鱼鸡力炒饭,海盐鸡跳的米粒圆舞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华旦牛肉,丝华牛肉的舞台剧 各位观众,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不是一部经典的舞台剧 而是一出在厨房舞台上演绎的美食戏码,华旦牛肉 这道菜肴可以说是中餐中的一部浪漫主义剧作 它的演出过程中融合了技巧 时机和火候的完美配合 每一部都是对食材的深情告白 首先,让我们来介绍主角,牛肉 牛肉在这出戏中扮演的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骑士 他需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工作 包括切成薄片,用酱油,糖,胡椒和少许的玉米淀粉进行腌制 这就像是骑士穿上了华丽的盔甲 准备好了登台表演 接下来是配角,鸡蛋 鸡蛋在这出戏中是牛肉骑士的舞伴 他们需要被轻轻地打散 加入少许的盐和胡椒调味 然后待命在一旁 准备在最合适的时刻加入战场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转向舞台 炒锅 炒锅必须预热到恰到好处 这就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灯 只有在最佳状态下 才能让演员们的表演发挥到极致 油热之后 牛肉骑士迅速进入锅中 进行短暂但激烈的舞蹈 这时候 牛肉要快速翻炒 以确保每一面都能均匀受热 展现出它最迷人的一面 当牛肉骑士的舞蹈接近尾声时 鸡蛋舞伴轻盈地加入进来 与牛肉在锅中翩翩起舞 这时候 火候要条的柔和 让鸡蛋慢慢凝固 形成细腻的淡花 它们相互交织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优雅的华尔兹 最后 在这场舞蹈即将落幕时 适量的葱花洒入锅中 为这出戏增添了一抹清新的绿意 一场色香味俱全的 华蛋牛肉舞台剧 就此完美落幕 观众们 华蛋牛肉的魅力 不仅在于它的味道 更在于它的制作过程 这是一场对食材和火候 精准掌控的艺术表演 每一次烹饪 都是对这门艺术的重新诠释 所以 下次当你在厨房里准备这道菜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导演 正在指挥着一场精彩绝伦的舞台剧 祝你演出成功 享受美食带来的无穷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葱爆羊肉 草原风味的快闪秀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道让人垂涎三尺 风靡草原的美味佳肴 葱爆羊肉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场视觉与味觉的盛宴 是草原上的牧民智慧与大自然恩赐的完美结合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葱爆羊肉的主角 羊肉 羊肉 这位草原的肌肉男 以其浓郁的风味和丰富的营养 自古以来就是牧民们的好伙伴 在漫长的冬季 当草原被白雪覆盖 羊肉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 给予人们力量和温暖 而葱 这位绿色的舞者 以其清新的香气和脆嫩的质地 为羊肉的浓烈增添了一抹清新 在葱爆羊肉这道菜中 葱不仅仅是配角 它与羊肉的结合 可以说是天作之和 一个提味 一个解腻 共同演绎了一场为垒上的快闪秀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这道菜的制作过程 首先 将羊肉切成薄片 这需要一把好刀和一个好手艺 羊肉片要像草原上的春风一样轻盈 这样才能在烹饪过程中迅速吸收调料 变得更加美味 接着 将葱切成段 这些葱段 要像草原上的小河一样清澈 为羊肉增添生机 当锅热油温时 羊肉片和葱段 就像是一群草原上的骏马 奔腾进入热油的舞台 翻滚 跳跃 释放出令人陶醉的香气 在这个过程中 火候是关键 火太大 羊肉容易老 火太小 葱的香气就不够飘逸 只有掌握了火候 这道葱爆羊肉才能完美呈现 最后 当一切都准备就绪 这道葱爆羊肉 就像是一场草原风味的快闪秀 迅速地在众人面前展开 然后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被众人一扫而空 这不仅仅是对魏蕾的满足 更是对草原文化的一次深刻体验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 这道葱爆羊肉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就在那辽阔的草原上 感受那份自由与奔放 当然 如果你是在家里 尝试制作 记得开窗通风 否则你的邻居 可能会以为草原的风暴来袭了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咸鱼鸡力炒饭 海盐鸡跳的米粒圆舞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 一道古老而又现代的经典美食 咸鱼鸡力炒饭 或者如我们标题中 所细称的海盐鸡跳的米粒圆舞 首先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当时的人们发现了 食物保存的奇妙方法之一 盐渍 咸鱼 这个经过盐渍处理的海鲜产品 不仅能够长时间保存 还能在食物匮乏的时候 提供必要的营养和风味 然而 当这些咸鱼 遇上了中国传统的烹饪记忆 炒饭便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炒饭 这个看似简单的料理 其实是对厨师火候掌握和食材搭配能力的极大考验 而咸鱼鸡力炒饭 则是这枚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它将咸鱼的咸香和鸡肉的鲜嫩完美结合 再通过炒饭这一过程 让米粒吸收了两者的精华 挑起了异常味蕾上的圆巫曲 现在 让我们来揭开这道菜背后的小秘密 首先 咸鱼的选择至关重要 它需要有足够的咸味 但又不能过于强烈 以免盖过其他食材的风味 其次 鸡肉的处理也是一门学问 需要将鸡肉切成小粒 并用适量的调味料腌制 以保证其在炒制过程中的嫩滑和多汁 当然 炒饭的技巧也是成功的关键 火候要恰到好处 米粒要炒制金黄酥脆 同时又要保持其内部的柔软 这就像是一场精准的舞蹈 每一步都要精确无误 才能让这场米粒圆舞达到高潮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这道菜的灵魂 咸鱼和鸡肉的结合 当这两者在锅中相遇时 他们的香气和味道相互交织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味 这就像是一对舞伴 在舞池中旋转 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和谐 每一个步伐都是那么吸引人 总之 咸鱼鸡粒炒饭 不仅是一道美食 它更是一门艺术 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每一次品尝 都像是在欣赏一场精彩的原舞曲 让人回味无穷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这道经典佳肴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些米粒 在锅中跳跃的画面 感受一下那海岩基 跳出的美妙旋律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 华旦牛肉 葱爆羊肉 和咸鱼鸡粒炒饭 这三道美食的制作过程 每一道菜都有着它独特的魅力和故事 花旦牛肉 以它的丝滑口感和华丽的舞台剧 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美食的视觉盛宴 葱爆羊肉 则展现了草原风味的快闪秀 让我们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与自由 而咸鱼鸡粒炒饭 则通过融合咸鱼和鸡肉的独特香气 让米粒跳起了一场原舞曲 这些美食 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 更是一种艺术 一种对食材和火候的精准掌握 每一次烹饪 都是一次对这门艺术的重新诠释 一次对魏蕾的愉悦 所以 我们在烹饪的同时 也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位导演 一位舞者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美食舞台剧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美食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样的烹饪技巧 和秘密配方 想要分享吗 快来与我们一起探讨 一起分享美食的喜悦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atlantique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